大家好,20号美国纽约的联邦法院判定中国两名公民,一名前纽约警官有罪参与了中国的猎狐行动,并非法充当了特工以及跟踪 纽约联邦法院审结首宗涉及参与强行将美国居民遣返中国的猎狐行动的案件,判定两名中国公民,一名前纽约官员有罪 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说,前纽约警察局的警官叫迈克尔·迈克马虹受雇监视新泽西州居民 检察官表示,我们将继续坚定的揭露和破坏中国政府越过美国边界并实施跨国镇压计划的努力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被告不是中国的执法人员 并表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或基于谣言 声明还说,遣返逃犯是一个正义的事业 从警队退休后成为私家侦探的迈克马虹 他辩称,他以为自己在为一家寻求追回被挪用资金的公司工作 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国政府工作 如果他有,他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他的律师劳伦斯·勒斯特伯格在判决后表示 迈克马虹的计划对此提起上诉 检察官提到,迈克马虹知道中国政府是幕后的推手 甚至在新泽西州帕拉莫斯与中国官员会面时还收了钱 检察官梅雷迪斯·阿尔法6月14号的结案沉思中说 从事合法业务的任何人都不会收到5000美元的现金 16年的聘请迈克马虹担任该职务的同案被告 被判所有罪名成立 他的律师表示被告被中国利用 不应追究其在不知不觉中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个人责任 第三名被告被判跟踪罪 并不认定为中国的特供 那么在周二,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筹款活动中 拜登谈到了美国今年早些时候被击落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 说习近平因为不知道气球的位置而感到不安 他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 俄罗斯方面马上进行了回应 俄罗斯方面将其作为一次批评美国政府的机会 佩茨科夫告诉记者 拜登的评论与他的国务卿布林肯 在本周早期后与习近平会晤时 降低与中国政府的紧张关系所作努力 之间存在矛盾 这些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常矛盾 说明很大的不可预测性 那么现在俄罗斯媒体也对拜登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很多的行为进行了解读 最有可能的我个人判断的是因为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已经被判刑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需要获得国内的支持 所以他要打中国派 拜登最新被认定为逃税 亨特拜登被认定为逃税和非法持有武器罪 已经被判刑 是17年和18年 他赚了超过15万美元 根据判决书说 包括在乌克兰 而且没有缴税 他在家乡特拉华州 还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 亨特拜登也承认 但是当时他购买左轮手枪的时候 他有吸毒的行为 那么也说 按照特拉华州还有美国法律规定 亨特拜登是吸毒的情况下 他是无权购买一把左轮手枪的 所以对他进行了起诉 拜登也认罪了 亨特拜登认罪 他将尝试与特拉华州的检察官 在办公室达成协议 并确保对他的处罚不会特别严重 这两项逃税的罪名将面临12个月的监禁 另外非法持有武器最高是10年监禁 不过亨特的律师会在判决宣布以后 向白宫请求特赦 也就是说亨特拜登很有可能会被拜登特赦 所以现在来看 拜登虽然他入狱了 但是实际上他未来 特别是美国2024年大选 亨特拜登也拜登家族 他这个丑闻会发酵 所以拜登现在呢 在2024年大选之前 他要打什么 要打中国这张牌 也是打意儿形态牌 现在美国的民主党 受到了共和党的指控 特别是拜登家族 对他提出腐败指控 老拜登和亨特拜登两人均受贿乌克兰 叫布里斯玛公司500万美元贿赂 那现在呢 联邦调查局甚至可能有录音 相关录音证据 证实拜登家族与乌克兰寡头的腐败关系 这个乌克兰和拜登家族腐败关系 我之前那个节目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有兴趣可以翻回去 翻回去 过去好像一个半月以前 我做给大家做那节目 当时我说过 乌克兰那个寡头 是通过在亚洲的花旗银行 他的那个同学 亨特拜登的同学 在亚洲的花旗银行 说白了就是在那个香港的花旗银行 通过他作为中间人联系上的这个乌克兰寡头 包括这个叶建明 都是通过这个银行的中间商 联系上以后呢 双方进行了这个交易 那整个事件现在来看呢 实际上的共和党应该有了录音证据 所以下一步啊 2024年大选很快会开始 这个大选进程中会逐渐的放料 也就是拜登家族会受到更多的指控 所以拜登在对待中国问题上 对待习平这个态度上 拜登现在也要展现出 他对中国的这个强硬 所以现在来看俄罗斯媒体的分析 很可能与2024年大选有关 我看了一下俄罗斯媒体呢 还有分析啊 拜登呢 在讲话中呢 实际上也是向中国方面呢 发出一个信号 就是拜登这个讲话呢 他首先承认习近平政权 习近平他的执政 他的权力 记住是独裁者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权力 是稳固的 这俄罗斯媒体分析 也就是现在包括啊 国内的一些太子党 包括先跑到美国的那帮 拜登的讲话就是告诉那帮人 习近平的政权 习近平的权力 是牢固的 你们不要想推翻习近平 我拜登已经认定习近平的权力 是牢固的 这是俄罗斯分析 我觉得很有趣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说明什么 说明拜登也在向习近平释放一个信号 就是在美国手里面有 有中国的帮太子党跑到美国的 他是反习近平的势力 在美国控制下 那么拜登和2024年大选 中国的态度 对拜登对美国的态度 也可以影响 中国也可以影响美国 所以未来习近平和拜登之间 2024年大选也会有什么 我觉得也会有合作 这释放一个明确认定了习近平 他的政权 他的统治是牢固的 所以是独裁者 那么20号的时候 新任的乌克兰驻华大使李亚比金 向中国方面递交了国书 中国国家主义新平 在23年的4月底 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 随后泽连斯基宣布任命 新任驻华大使李亚比金 李亚比金的情况之前介绍过 那这个情况也说明 你可以看20号 都是在20号这一天发生 20号也是布林肯离开中国这一天 这一天发生了很多 为什么都选择20号 大家自己可以去思考 俄罗斯方面和中国 和中国 战略上是背靠背关系 但实际上中国又有自己的国家力 所以中国也不会放弃和乌克兰的合作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国未来也会加大和乌克兰的合作 所以现在来看 实际上俄欧战争 美国和俄罗斯这种冲突会加剧 而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 和俄罗斯的合作也会扩大 同样中国和美国之间 有合作也有竞争 这就是未来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 和欧洲和乌克兰 这种地缘政治关系 在我看来实际上 美国总统2024年大选 所以拜登他面临压力是巨大的 他要寻求中国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现在拜登这个讲话 在全世界发酵 也说明让全世界高度关注 中国未来和拜登政府之间的 这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现在来看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 不光对俄罗斯是一种压力 对美国也是一种压力 这个非常有趣 你看亨特拜登的丑闻 一个是中国的叶简明 一个就是乌克兰的寡头 又是中国和乌克兰 而乌克兰的寡头 现在实际上 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争 和美国关系又非常特殊 如果共和党起诉拜登 和乌克兰政府的关系 就非常微妙 那同样 实际上有拜登政府腐败丑闻的 这个直接证据的 也在中国在习近平手里 那乌克兰和中国未来的合作 美国拜登政府 他对待乌克兰 对待中国的态度 他也要更加谨慎 所以这就非常有趣 你看有些事情啊 你这么一分析一比较 发生在同一时间 而且呢 就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参与 所以有些事情就非常有趣的 所以未来2024年美国大选 中国乌克兰会成为关键 而拜登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 对待乌克兰的态度 俄罗斯和美国的态度 都会非常的微妙 那现在来看实际上啊 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政治 美国国内政治啊 你如果看过那个纸牌屋 你就知道 是被很多人设计出来的 它里边呢 其实并不完美 它有很多制度的陷阱 所以现在来看实际上 美国现在的这种制度啊 给其他国家啊 给其他组织 甚至个人 干预到美国政治 提供了机会 你看那个拜登家族 这个腐败案 其实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的寡头 我之前那节目给大家说过 非常详细的那个名单 包括叶简明 现在就在中国的监狱 18年就被习近平直接逮捕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实际上要保护拜登 保护拜登家族 另外这张牌20 20年大选 这张牌非常有用 如果拜登和中国的关系搞僵了 那很多的丑闻 很多的证据 可能突然就出现在美国报纸上了 那就对拜登整个的选举 会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有时候你看啊 你看美国这个选举制度 美国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 它并不是完美的 我呢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美国啊 拜登家族这个丑闻 在美国发酵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那俄乌问题 包括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 我说过 中国在理性上是站在俄罗斯这边 不希望俄罗斯倒 但同样中国要为自己的国家利福 俄乌战争 现在如果战事对俄罗斯有利 乌克兰方面 集结败退 实际上 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所以在这一点你也可以看中国为什么选择和乌克兰合作 中国和乌克兰合作 对俄罗斯也是一种钳制 所以大家要理解 现在这个地缘政治非常复杂 所以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 对俄罗斯是一种钳制 未来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 它要依靠于中国 所以中俄关系就不会变 还是背靠背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你要看懂 中国和乌克兰的合作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但是在战略上 中国背靠背是不会变的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 是欧亚大陆的稳定期 你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看 也要从细处看国家利益 所以从现在来看 实际上你看20号那天 布林肯一离开美国 拜登一讲完话 俄罗斯马上就反应 俄罗斯非常关注于中美之间的互动 特别是美国怎么拉拢中国 俄罗斯是普京是最担心的 如果把中国拉拢过去 一起围堵俄罗斯的话 俄罗斯会非常被动 那现在来看呢 中国方面向俄罗斯方面 也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 中国不会跟随着美国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中国未来呢 在俄问题上 在和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是我呢 是支持欧亚大陆联合的 现在来看呢 美国呢 是希望通过撕裂中俄 挑拨中俄之间的矛盾 来获得地缘政治利益 但这点上来看呢 中国和俄罗斯都不会上大 所以未来呢 乌克兰的问题 我觉得更多的 会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 来停战 止战 这对双方 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有利 停战 止战 这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中国会说服乌克兰 说服俄罗斯 停战